大家好,今天來到這個第28集的車站子彈快信 也就是這個2022年3月25日的車站子彈快信 我覺得今天這一集應該都沒有什麼新的資料可以帶給大家 話說是距離這個27集和28集中間這兩個月真的非常之多事情發生了 香港的疫情就非常之嚴重了 那基本上呢,我想也很少出街,就是除了必要的事情出街之外 那額外一些我必要的去街都很少 那所以呢,我更新的數目,就是本來我更新的已經都算很少了 大家要看我之前那些集數,那現在就更加之少了 那另外還有一個的災難就是,我今天看回 那我今天要拍第28集的時候呢,那我看回上一集大家的留言的時候呢 我才發現原來那個留言呢,又不知道為什麼Youtube自己停用了 那到我啟用的時候呢,又發現不知道為什麼那些留言沒有了 那我以我的經驗來說呢,它是在我開放之後呢,它會隔一會兒會出現的 那不過就這一刻中呢,我只是憑我的記憶呢 就是之前有時候會收到一些通知,是大家通知說什麼時候更新的那些 那就是只有幾個站更新了,我印象中 那或者是因為可能那個留言區已經停用了好一段時間 所以可能有些更新的資訊呢,我都錯過了 那所以呢,我打算今天呢,就要拍這個第28集 那如果大家知道一些我沒有提及的資料呢,可以在留言那裡 告訴給其他人聽 那如果大家想的話,我都可以再補拍一集 補拍版的第28集 那今天呢,除了講一下一些更新,我知道的更新了的車站指南之外呢 那也跟同時間呢,想跟大家開賣這個信件 那因為我其實上個星期呢,就收到港鐵記來的這個 過海延線的那個車站介紹的小冊子的郵寄包 那不過呢,因為一直都沒有空呢,就沒有跟大家去開賣 那我今天呢,就跟大家順便開賣這個郵寄包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其實那個信封都比較有心事 我沒想過它的信封圓會是這個過海線的那一幅封面那幅圖 我以為它會是用平時港鐵的信封去寄出的 不過我不肯定它是不是現在可能 這期是用這些信封代替了白色的信封 我就不敢肯定 那我開信的那些開得很麻的 就是呢,我看我媽是可以 不知道為什麼在這裡切開呢 就開到,那我就不懂了 經常切到爛了,所以我就這樣剪開一條口就算了 我剪東西剪得很差 好 那又沒什麼特別的,今天很潮濕 那個信封都變了軟奶奶的 那沒什麼特別的東西,就變了是上次跟大家看的那幾份小冊子 那現在呢,就開始跟大家看一下這個 車站指南,或者更新做的車站指南 那話說呢,好不好意思 其實呢,我這兩個月呢,就是更新了兩... 即不止兩份的,但是我自己有更新到新版本的就只有這兩份 就是油麻地2021年12月,以及尖沙咀2021年12月 但是也有機會是可能我之前自己還沒拿的 因為我記得尖沙咀呢,我們上一集已經說了是2021年12月的了 那接著... 嗯... 油麻地,多想一下先油麻地 上一次也是說了2021年12月的了 那所以這兩個就不是什麼新資訊 只是我自己拿回這個更新的版本了 那至於其他站,有些我也有去拿到 但是呢,那些仍然是我之前已經既有的版本 所以我也都不擺出來了 那另外呢,就是其他... 我說印象中大家留言更新了的 就有幾個車站的 那有這個... 石劍美站,應該是這個2022年的1月版本 彩虹是2022年的2月版本 那接著荃灣線呢,就有荃灣大窩口 就是2022年的1月版本 嗯... 對了,我只記得這幾個站有人留過言 那其他那些呢,就... 我也是仍然用回這個... 舊的... 嗯... 我拿回我本... 這個... 仍然是用回那個舊的... 資料呢,去跟大家說回 那應該呢,荃灣就是... 2021年8月啦 好,這本就全部都是舊版來的 所以... 都是道具來的 哈哈... 對了,我沒有更新了 因為我有很多集 那麼... 柴灣就2021年8月啦 恆花川2021年9月啦 沙基灣2021年9月啦 西灣河就2021年11月啦 不過其實這些已經上一集說過 所以我今天都不... 很詳細跟大家說一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看回第27集那裡啦 還有... 嗯... 更新了的那些 我想都會比較少一些 照計今次 因為... 對... 疫情我相信大家少了出街 都會... 對了... 如果... 有什麼資料呢 不如我們在留言那裡 大家交流一下 我明天都會... 嗯... 要出街做一些事情 那麼到時候如果有... 那些車站子彈人 我發覺過日子 是更新的 我都會在留言那裡通知大家的 對了... 那我今天呢 這集的變... 變了型的 車站子彈人快信呢 就到這裡為止 對了... 希望呢... 如果我集齊了一些資訊的時候 可以補拍一集 第28集 因為今集始終是比較沒有這麼完整 對了... 那麼... 今天的... 嗯... 快信呢就到這裡為止了 多謝大家收看我今天幾條影片